前民进党立委于天女婿陈建 因为涉嫌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头遭到逮捕 原本于天要把孙子孙女带回家照顾 却一度传出小朋友失联找不到人 嫁得他赶紧请新北社福人员帮忙寻找 我们社会局社工昨天以先视讯 以家属和小孩子对谈 了解目前小孩子是安全的 后续家属同意的话 我们社工会再前往狂逝 好在经过社福中心和警方的努力协巡 于天的两位外孙已经安全在家 四号也在亲人同意下 被送到于天家中和于天李亚平见面 虽然于家战时扫除阴霾 沉浸在团聚的幸福氛围 不过于天女婿被警方逮捕时 竟然出示于天办公室的特著名片 被认为这个动作大有问题 他当然代表我是民进党大立委 于天的人 他当然是要跟警察表示这个意思 台湾很多人认为说我跟民进党有关系 是可以在司法上 或者在警察的体地上 我们可以获得一点后面 他平常是不是有用这张名片 在外面招摇的状片 那请问一下他在进行这些动作的时候 于天办公室都不知情吗 我们如果要这样去查徐小薰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调查一下 于天大哥到底有没有涉案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以照公信 于天女婿涉及诈骗 不只让女婿队诈骗的处理标准 备受质疑 特地表明特助身份 以让原本的诈骗案件 增添了许多整治联想 就这样是陈珍采访报道